天女散花 以后换为一座盘古山 花神按父亲的嘱咐 往西走了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二里 取了净土一旦 摊在天石上 拨上了百花种子 向东向南向北 取来真善美三潭里的水 惊心御花 果然百花怒放 好看极了 他高兴的报告玉帝 玉帝便随着新妹妹 前来观赏百花 他高兴的说 妹妹不辞劳苦 玉出百花 用百花美化天庭 天庭不就成花园了吗 花神说 当初父王开天辟地 叫你管酒消 叫二哥管酒粥 叫我玉出百花 给你点缀天庭 为二哥江山天秀 如今 我已把百花欲出 哥哥可不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把这些百花 撒向人间 玉帝答应了 立即换来一百名仙女 对他们说 我封你们为百花仙子 受花神管 你们可随意采花 采牡丹的是牡丹仙子 采荷花的是荷花仙子 把你们采来的花 撒向人间 百花仙子听罢 手托花篮 在花园中 穿梭往来 各自踩下喜爱的鲜花 片刻功夫 花篮就装满了 然后 他们一手托花篮 一手抓起花 纷纷纷洒向人间 天女散花 飘落九州 落地生根 从此 人间有了百花 天女散花 是指抛洒东西 或大雪纷飞的样子 如 她将那封信 撕得粉碎 天女散花般的 洒向空中 优优独播剧场——飘